各位大家好 又是我馮偉光 和大家评论政局的时间 今天跟大家说说民主党参选区议会 当然大家画 esse频 bark 希望大家订阅、围盘、starttalk 赞好、分享、留言 按下人类小时 到我有新片出的时候 系统就会主动通知你了 我自己出身自民主党 1994年10月2日创党的时候 我是创党的师傅 负责管理党的财政 当时党的基本立场 在党纲上重要的几条 其中就是说 承认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香港人是中国人的一份子 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评议国家的事务 也承认香港是必须回归祖国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党纲基本立场来看 我们的中国人立场是站得很稳的 不过在实践上就很有问题了 到后期实践 我就越来越发觉 他们会采取一个对我们国家 和国家的执政党采取一个敌对的态度 正如最近有位评论员所说 他们就将爱国 视为一种排拒的态度 爱港就视为要抗共拒共的态度 这样是错的 其实爱国爱港是可以一致的 我们在国家之下 我们对我们的执政党最少有个尊重 你对外国的执政党也会有个尊重 你不一定是百分之百跟着他的意愿 同意他的东西 但你会尊重人家是一个执政党 然后你作为 一是外国的居民 比如你对外国的执政党批评 或者你作为本国的居民 你对本国的执政党有不同的意见 香港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只要在法律的框架里面 你就可以做的 但是他们的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呢 以前那种反中乱港的态度 我自己都不忍捉到 也都在十几年前就离开了的 所以看回他现在说 想争取区议会的提名 由于区议会的提名 都大概有整个两个礼拜了 所以我不敢肯定 他是不是一定拿到提名 不过我会觉得就不太乐观 为什么呢 就是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刚才都说过了 就是违背了自己的初心 你视自己的国家 和国家的执政党是敌人 你根本就不是根据你的党纲 基本信条 基本立场去做事 第二就是不同一个 黑暴黄丝切割 2019年出来的事件 将整个一个政治运动 将它街头化 暴力化 这样的情况之下 民主党有没有和他切割过呢 2019年8月3号 在尖沙咀五支旗桿 我们的国旗被人扯下来 扔下海 然后有人蒙着面 在一个奇缸面前 讲了四分钟 港独的演说 民主党有没有谴责过呢 有没有和港独的立场 切割呢 只是这样 这一点 对于我们现在 有份提名 大家去参选区议会的 三会人士 就是分区委员会 灭造委员会 防火委员会 这些地区人士 他们可能都 说香港话 是捆不下 所以怎样拿到提名呢 第三点 就是 民主党根本对 整个选举制度 完善了之后 选举制度 一向都是采取了一个 比较抗拒的立场 你看 2021年 我们在黑暴之后 由乱及自由 自及兴的 关键时刻 我们想搞一个 我们要搞一个立法会的选举 当时 各方都有声音 希望民主党都来参与 但坚决不参与 将门槛搞到很高 好了 现在扔转 两年之后 又说要来参选 区议会 你根本对选举制度 其实是很有意见的 包括去年 我们回归25周年 民主党出了他的 所谓的立场书 又说要修补撕裂 就要先释放 所谓政治犯 根本就不是 遵守法例的框架之下 来看2019年的事件 又怎样令到三会人士提名你呢 我觉得民主党想取得提名 都比较艰难 我就不太乐观了 那是怎样呢 很快在这个月底 十月底就知道了 大家看看我的预测 准不准确了 好 今天和大家的评论到此为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